来 竹内亮 你刚打了十分是不是啊 我跟你讲啊 你想清楚啊 你老婆看见这个这次节目之后 立刻穿上女服装去上班 没问题 我真的我觉得真的没问题 真开放 你们打领分的人 真的完全不了解女服咖啡 来你讲一下 你们你们吃过吗 看来没想吃 我想问你们你们吃过吗 没有没有 没吃过 竹内亮就住在哪 你吃过 那我稍微演一下 好我是女服 你没去过是吧 我没去过 那你进来 欢迎欢迎 您好 请 谢谢 这是煮菜 煮菜上了之后 我现在开始给他咬鱼 美味 燃热 然后终于的时候 把这个很好喝了 更好喝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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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完了之后跟他聊天 你最近有什么烦恼吗 我没有女朋友 没有 那你很帅啊 对 真的我喜欢这种 我觉得你很漂亮 是吗 谢谢 谢谢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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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想要为什么 我想说说的意思是非常的专业 哦 他们穿的打打打打打的非常漂亮 我可以将你的微信吗 不好意思 这个不好 这个不行 这是一个公司的规定 啊 不好意思 但是你来这里的话 我随随欢迎你 啊 对 哦 行 对 但你几点下班 也不能告诉你 这是一个我们在 进零 所以我怕是这种人知道吗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但是这是一个公司的规定 不能问私人的问题 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不要 他们为什么做这个工作 他们的工资比其他的工作低 为什么呢 他们的梦想是当偶像 一个一个就是把客人当成自己的粉丝 你真的出道的时候好多人提起他 这就等于说是线下的一种练习生阶段 在养成的一个阶段对吧 对 长坚实了